今天我们特别荣幸 有请到当事人开开女士 我们会向她询问一些 关于核酸检测 以及血清检测的问题 那么开开女士你好 祝师爷你好 好的 我们现在就是想请问你 今天我们都去到哪里进行了测试呢 今天早上呢 我们八点的时候去到了云顶医疗中心 做血清检测 然后云顶呢 就是在Chinatown 有河的对面 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排到了 就是我们是八点钟到的 然后已经排到了66号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会提早很久去 他们会六点多去或者七点出头就过去排队 后面根据我们排队的时间呢 大概推测了一下 一个小时可以过20个号 所以这个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我们大概就等了两个小时就排到了我们 好的 因为我有注意到 就是我也在看表嘛 然后大概半个小时的话是10到13个号左右 它具体的号码的速度程度呢 是取决于一个party有几个人 有的是单人 有的是最多可以就是一个family一起去预约的 除此之外 我们下午还去了WCH 想请问开开小姐 WCH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是做核酸检测的 我觉得 相信大家就是如果在去做核酸之前 稍微有做过一点攻略的小伙伴都知道 WCH之前是好评最多的一个机构 它就是你需要在网上预约 然后24小时之内会有WCH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然后你可以约当天或者第二天的appointment 然后在WCH我们今天也没有等很久 我们大概等了20分钟左右就排到了我们 然后进去之后其实非常快 核对一下你的姓名出楼年月 还有居住地址这些信息之后呢 到一个小房间里面 工作人员会帮你进行就是核酸检测 然后WCH工作人员的手法 真的非常温柔 就是一根细细的像棉签沿的东西插到鼻子里里面 大概几十秒吧 一分钟就不到拿出来了 然后过程中就是会感觉到有点点酸 但是真的手法非常温柔 我们现在来及时采访一下刚刚检测完的郭女士 郭女士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采集方式呢 就是你进去了之后 他其实非常快一分钟都不到 你进去了之后呢 就是他会让你面向墙壁 然后把口罩摘下来 但是只摘到嘴部的位置露出你的鼻子了 然后他会拿一只那个长长的棉签 伸进鼻孔里面 就是很酸很酸 但是不同没有其他感觉 然后我也没有流泪 就一下子就搞定了 对对不到一分钟 就几十秒的时间吧就搞定了 然后他说24小时之内会出结果 注意查收你的邮箱 那他他你在进去的时候 他就是你有告诉他你要是坐飞机的吗 他知道我是就是 gold traveling purpose 因为你给打电话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了 对的 而且而且他还就是主动说 24小时之内会出结果 好的 感谢开开小姐 看起来 好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开开小姐 就是云顶和WCH 一家是做血清的 一家是做核酸检测的 那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是不需要带证件 但是就是以防万一大家最好戴上护照 或者是你的医疗卡 哦对去云顶的话 如果大家有UHIP或者是安省的那个健康卡的话 一定要带上 这样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 大概在110加币左右 然后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的话 那费用就是在160加币左右 好的 所以这两家云顶要提前预约吗 云顶现在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 直接walk in就可以 然后8点的时候他会开放排队区号 就是扫码领取你的那个等位号 好的 那WCH就是提前大概48个小时 还是24个小时呢 就是我知道提前太久是不太行的 那具体提前多久我们可以预约呢 就提前两天的时间预约就可以 比如说你是要11号的时候 需要去做这个检测 那你9号预约10号的时候 他会给你打电话 然后你就预约10号当天或者11号就可以 开开女婿觉得刚才有一点尴尬 所以我们现在转换一个轻松的聊天方式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开开女婿请问云顶和WCH的 出报告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我还没有拿到我的报告 但是我去的时候 云顶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24小时之内是可以拿到血清检测的报告的 然后WCH的工作人员也是说 24小时之内会拿到报告 然后云顶这个呢 是你需要去买一个DanaCare的Plus 这样一个会员 然后你出报告的时间会比等云顶给你发邮件的时间会快一些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登录到你那个DanaPlus的账户上 去查询你的血清检测结果 然后WCH这个呢 也是要注册一个WCH的会员 然后他会给你发邮件 把那个检测结果发到的邮箱里 这个都是在我们预约的时候进行注册和申请的吗 对的 最好是在预约的时候就注册上 好的 那我还想请问一下 就是关于云顶和DanaCare这两家有什么区别呢 云顶就是一家诊所 然后他们会把他们所有的检测结果 拿到DanaCare的一个lab去做 然后lab那边给出结果之后再传回给云顶 所以说如果你要等云顶发邮件的话 中间会要多等很久 所以你直接去买一个DanaCarePlus的话 就可以自己查询结果了 好的 然后那个DanaCare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厨房 就是prescription之类的 然后云顶是没有就可以直接我可以去进行检测呢 对如果现在去云顶检测的话 是不需要提前向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其他诊所的医生开Doctor note 但如果你是要到家附近DanaCare检测点去检测的话 你需要提前向家庭医生或者是其他诊所的医生开一个Doctor note 好的 谢谢KaiKai 值得补充的是云顶这边如果做检查的话 它是不允许就是陪同人员进入的 然后全程应该都是中文吧 对 云顶全部都是中文 中国的工作人员 好的 所以如果要是带长辈或者语言方面 就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都是中国人 然后至于WCH呢如果你只是陪同进去 它是不会让你进的 但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翻译就是帮父母翻译啊什么的 它这个情况下是可以进的 它在你排队的时候会给你发口罩 还有帮你消毒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就等待排队跟着队伍往里走就可以了 那今天大概问题就是这些 谢谢KaiKai女士 不客气 能出现新意的Vlog是我的荣幸 最后预祝大家回国顺利一切平平安安 最后的最后 让我们献上对KaiKai女士的祝福 祝KaiKai女士光棍节快乐 令人头大 然后你现在就自己核对一下这是你的名字 这真的就骂我吗 开心泡皮可以回家了 开心 上面是这样写的 但是他说敲了这个印章大使馆是认的 所以我可以上飞机 个人心情给我打个麻啊 我刚想说这个打麻还没人长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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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见 什么心情马上到你了 当事人的心情表示很复杂 离回国近了一步 但离抽鞋更近了一步 我不想要一个冰冷的针头 在我的血管里 我不行了 心动 紧张 忐忑 因为我知道 我将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了 等着我 也不是说错了 不好意思 披衣从来 等着我一会儿 给大家表演一个教科书级别的路 教科书级别什么 落泪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一个人了 就在短短的三分 不对 两分钟内 这个太快了 为了回自己家 要经常这种折磨 你有看到那个核酸 捅鼻子捅到哪吗 就是它网上有一张图 顶到后脑 顶到后脑 是吗 看看不哭 妈妈在那边等你 妈妈 太难受了 Let's go 你这么高兴 你这么高兴 下一个回国上飞机的就是我了 下一个去蹲监狱的就是我了 你现在可以再叫两声 我不可以 要不然在路上叫了 它就有点丢人了 我不会的 我不会叫的 我会控制好自己 我是一个成年女性 成年发出现的女性 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啊 太难 中文字幕——YK